人谱 科普 社会谱 必须要有谱 孔子曰 我白哥最靠谱 白哥我来了 这一天忙死了 我听到小海大呢 感觉他其实并不是丧心病狂的人 后天对他打一打 对 杨兴海这个东西 他这个人的路啊 咱们为什么说把他放到这个第一位呢 后面的那个就深入地去解雇他 他不是那样的人 不说他小钱遭了所大罪 没有 跟朋友近的是不一样 很多专家都这么说 你说我看这节目 我做他节目能不看专家呢 专家他们很多评的就是 杨兴海家里太穷 怎么这么的 受人欺负和啥 那都是小事 那真不是促使他变成恶魔的原因 他这是一步一步长的 你不能单宅出来就你也是 你要我说比较重要的一个节点是哪 就是他透露看的那次 这是他人生中最重要的一个节点 当然了他放弃上学 是吧 这块也挺重要 最重要就这块 我辛苦了一年半 你去试试就知道了 在那块活 干了一年半活 我熟了一点钱没有啊 我就为了挣钱 然后就不给你 就不给你那啥子 就存七五年 一年半百干了 问题是如果都是没钱 我出去之后干嘛去 出去之后连住一点都没有 连饭都吃不上 出去 然后偷个绿盆子 就偷个绿盆子 结果被扫过了 他欠我那么多钱 一年半工资 我没管 社会就是没管 这没办法 我跟你讲 这就当时法制的一个空白 很多人就是在专这个空子 这都多少年之后才傻的 后来建立的傻的吗 建立劳动中才体系 体系了建量 但是那都多少年之后了 而且最开始建立的时候 根本不起什么作用 直到后来 后来有一次 农民工讨薪嘛 那个事情给搅了起来之后 全国才开始搭理整这个事 这才是让他走向犯罪的一个 爆发点 爆发点在这儿呢 当然了 前期是有很多积累 如果说是 他人生中就第一次碰这个事 也不至于 之前还碰了好多 你说做小买卖 干活 不挣钱 不稳定 后来发现找个稳定的活 就做生意 自己就成这种稳定 我就卖水果 上皮革市场整点 走街穿起来卖 还自由 还觉得收一条 结果 被穿制服的人给欺负了 不知道什么人 第一次也认了 第二次 让农民工给起 因为几个民工给收了 没法再干去了 换成泥泥一样 不用那些专家在那块 半言不参在那说 你让他这么折腾几趟 他也不应该了 没法看 那还要打工去吗 最开始去河南人骗了 没挣个钱 搭了点路费 搭了点火车费 也认了 到后来一次又一次 没完没了 一年半都别干 那真就不想干了 他是一步步这么走过来的 很多积累积累 直到站到这个点 我这事最大 咔嚓一下就爆了 偷 就偷 为什么偷 火车费 也没这么说 不就是批评教育吗 无所谓 这来还怪 就这么来 好多人都这么来 他身上不一样 他不像那个彭妙记 彭妙记那次 让人咳太惨了 真的太惨了 就没有什么 那个啥的 那个概念了 跟别的都不一样 是不是啊 跟王强 王强的家庭的问题 杨新海他不是 他为什么会这样呢 你说杨新海 为什么走到哪 都让人少了 两个原因 第一个是嘴不行 不会办事 从小黏了把灯 那就这就说明 成分问题了 小叔养成这习惯 怕被人欺负 不敢跟人说话 养成这习惯 这个习惯导致 他上高中的时候 他表姐都看不起 咱们最初总结的时候 就会说这个问题 为什么表姐 让他来家里面了 他是吃油条 为什么就不带他一份呢 那米花团子 为什么一个都不给他呢 真是他表姐不行吗 你可以说表姐 这个人有点问题 但杨新海身上 也存在问题 就是他嘴不行的问题 第二个就是外形 小个儿不高 狗里狗秋了 长得不行 穿得埋了把台 嘴在不行 你想想 这种人在社会上 有人会瞧不起你吗 欺负谁 就欺负你这样的 熊了巴掌 这两点一结合 就完 那么对于他来说 怎么办呢 就是要改变自己 可是他怎么改变呢 我都不知道这个问题怎么了 我得好好想想 你说如果你碰到他 你情况怎么改变 一年半工资没了 手里点钱没有 我下去 我得赶紧吃成饭呢 你告诉我去 增高一下 你告诉我哪个啥 那个美容一下 没钱没时间 肚皮都是问题 怎么整 他一直就没有解决肚皮的问题 想改变自己 弹劾什么东西 来个杨心海的告诉我 案子告诉我们 想学好呢 学会太容易了 人间的确悲哀啊 不全是 不不不全是啊 这个倒不是那样 杨心海的事情 可以告诉大家一个东西 就是一步错步步错 他一步走错之后 步步全是错的 那并不是说 他那个他的问题 就是他中间退学 你觉得自己个人的选择错误 哎 自己造成的 但后面 不好整 他自己一个小孩 在外面混 哪那么容易啊 说的可简单了 说让他自己去 你哪有人杠他啊 你旁边就假如有个大哥就行 有个大哥在旁边跟着 他家亲戚也好 或者社会上一个朋友 你能杠杠他也行 自己在那琢磨 找不出来 每步都没干啥点 而且他最终是自身实力太差 自身的一些东西 这对于他来说 他没办法啊 你就长得又矮又小 还埋着八摊还没钱 然后还不坑坑别的乌龟说话 这种人出去混合呢 本身就呢 就是最容易被人欺负的对象 欺负多了之后 就啥了 他绝对不是变态啊 他也不是说是就从小给倒证 你别听那专家 他因为 他只要说小说 就肯定没错 这帮专家吧 他很多时候 他都为了保证自己 说的那东西严谨 不被别人挑出错来 你看 小钱一张白纸嘛 只要你小钱条件好 肯定没错 对不对啊 小钱有保姆 家庭父亲母亲 有良好的教育 什么东西都不缺 高等 再有高等学校培养了 我操他肯定没错 至少不会是杨星海走上这条路的 当然这种人也没有犯罪的 有的是 搞诈骗的 搞杀人的也有 他至少不会是走上杨星海这条路 就狂杀以杀为主这种 那没错 从学 那你说他妈屁话说的 在那么 我问问你 你回到1968年去 有几个人家能打到那样呢 你把那专家你滴里滴里出来 1968年 杨星海出生 7月17号 你家里头在那时候 你能干到他那样吗 你家啥条件你不知道 那时候什么环境你不知道 你说他父母懂教育 我问你 那专家 你的父母懂教育吗 你的父母很有可能 连字都不识 你怎么值得教育 那跟那年代不不同吗 那年代全民就没有几个懂教育的 说句不好听的 杨星海 他只要不考 他只要高中毕业了 在那年代 就哪怕他不考上大学 一样 高中毕业生好使啊 1980年 1985年 正常来讲 他1983年上的那啥 上的高中 1985年就可以高中毕业 哪怕他考上大学 高中毕业证 当时在社会还是好使的 他不没弄完吗 那时候 就不知道 那个条件吗 有多是有文化的 多是人不识字的 什么叫素质啊 你跟他讲传统道德 狗屁 道德经有几个会的 三字经有几个知道的 特别像杨星海的父母 他不可能知道 说那东西没有意义 教育是一步步提升过来的 那年代 有很多东西 不是说你用小时候 能解释得了的 杨星海绝对不是说 是小时候因素的造成的 你要硬往过去 那肯定没错 你把他或是李嘉诚的条件 那谁都行 说那啥人吗 孔帆座为啥只判无期徒刑啊 那不可以说的很简单吗 他根本就没干那些事 让你把记者给瞎编的 那他没杀那些人啊 没有那些 都这么乱网了 这案子刚一破的时候 就是咱们几书明一个问题 警方当时去掌握一些东西 他只是嫌疑人嘛 就是说这头有一些案子 估计是 那个恐犯作案的 对吧 但是不确认呢 然后记者就当真了 他就整了去了 实际调查不是 你比如说杨新海 他杀死67人 那是抓住之后的交代的 在当时 确认了是39个 一直认为就是39人 因为有这些案子 可以变得起 已经有DNA证据 证明是一个人干 拖 这是证明39个 实际上是67个 但有的不是 有的像那种没有DNA的 就是猜 就是大家分析说 可能是他干的 抓了之后不一定 被记者给他们当真了 咱们打一个比方 你比如说 那个恐犯作 他们在那个舞厅里头 冲去拿枪 哈哈 干死好几个 这事情是不是真的 我也没有证据 咱们打一个比方 他很有可能是这样的 这是当时 恐犯作他下面的人去干的 但是恐犯作 并不知道这事 他当时可能说 正在别的地方干别的事 他底下起冲突了 然后哐哐进去干 干完之后黑乌龙东的 大家只是知道 说哎 这帮人干了 是有恐犯作 下面的兄弟 他家亲亲啥的 那肯定是他带人的 就传言 说那恐犯作过来了 然后他那团伙的人呢 为了振兵 也说大哥带我干的 这就被啥了 当地成传言了 那记者就 咔咔咔来一听说 哎呦我操 赶紧报道啊 咔咔的就写了新闻 啥咔出一发 结果到后来 等这个警察 把那个他逮留之后一审 不是 根本就不是那么回事 所以你说 这个问题就在于这 你别以为新闻报的 都是真的 我在讲很多时候 确实也是参照新闻 他们把相对来说 是比较权威 总比民间传的靠谱 但他有很多东西 最终是不是的 你就得给他纠正过来 对不对 你法院判决的为主吧 法院那个东西 那啥的 最起码他还可以上诉呢 经过这个警察后面的审 就相当靠谱 法院那个时候 就是比较标准的了 我一般来讲 就是以判决书是为 为准 新闻那个 就是有很多东西 都会认识的 都会认识的 就会认识的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